基本上都已經有老婆信物的人權了 那麼我們也是一樣 那共產黨現在來說來尋找這一塊 再改革這一塊 其實他也知道這個時間不多了 現在就跟前幾天 中國兩個相聲演員說的 現在留給中國的時間不多了 確實是不多了 因為是單一老婆信的這個覺醒 那麼我相信 一旦一個人想過來的時候說 我叫他騙了60年 我相信這種人被弄 估計誰都打不住 尤其是中國漢人這個社會 這種幾千年流出必報的心情 是非常可怕的 那麼現在我前幾天也是給國內的時代 《環球時報》他們拍訪 我也說了 我說只有中國現在趕快的 那麼扶持一批 就是說反對實力 反對力量 那麼實行多黨制 那麼共產黨內部之間就是說 進入這個 也是進入參政黨 是吧 那麼年輕的一批 台灣派的或者年輕人 就趕快就是進入加入了反對力量 那麼促使這個國內的這個平衡 將來一旦發生變化的時候 那麼有一股力量 能夠替代這個力量 所以說呢 海外的這些力量 才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一旦中國發生巨變的時候 那麼是不是我們這個聲音 能夠就是說 嘴唇好 就是我們有一套體系 就是馬上在國內發明出去 實際上老百姓都能夠接受 並且能夠世界和平 就是和平的性能 能改變國家的這個現狀 現狀 所以老百姓呢 減少最小的活動 這就是我們應該海外 能夠準備的 那麼國內現在那些 體制內裡 很多人現在其實都傾向民主 並且也都知道 因為很多人 官員都出國都來看 基本上來過了一個星期 都會改變 這小馬上就變了 不用看 所以說這個變化 是一定會變的 是嗎 那麼下一個 我又講一下這個 民主黨的問題 因為這個民主黨對我們來說 那麼每一個同時這個民主運動人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都很單純 都很單純 其實法拉宋的民主黨很多 有的 有的他的說話點不一樣 我還是說有的他的政治觀點 你要看他的這個 民主黨的這個 他現在的穆穆 他的政治當令啊 他的公子啊 他的公子啊 這些 有的呢 現在就是他一見黨 比如說 不同共產黨的民黨 所以你就不可以 就是說做為一個黨的出現 所以我是說 我們這個組子呢 是堅決的就是說 終結一黨專制 建立民主中國 那麼也是比較激進的 在國內呢 共產黨說 你這個組子是比較激進的 那麼我說當然了 我們中國人就是為了自己 激進也是應該的 激進也是應該的 激進應該的 因為我們 叫你們傷害太大 叫傷害太大 尤其我們這些海外的融資 本身帶活力 已經就是說 沒有了任何的空間 那麼來到海外呢 我們這些老百姓 想申請庇護 拿一些身份 這都很正常 但是你們還是用各種方式 給我們控加了很多的黨 並且這些黨呢 有的是三個人 也是民主黨 有的是十個人 也是民主黨 並且作為我這個組織呢 從我這個組織 可能法拉松 分出去 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是從我這裡分出去的 那麼他們進來的目的 和出去的目的 其實一目了待 那麼我也不願意多說 法官也警察說 你這個怎麼回事 我說我也不想說 因為大家都是對美國自由的 阻擋自由 我也是沒有說他們一句壞話 這是原則 就是說大家開飯店一樣 多幾個飯店也不在 就是少幾個飯店也不在 但是大家的目的 目標也有一次 就是心底一定要正 首先呢就是說 特別我們的海外 應該是大家都開了啥呀 你們搞明一點 一張口就是為了國家 一張口就是為了對民 為了百姓 那麼你自己想想 你是不是在做這件事情 啊 起碼就是說我們憑良心 我說我林隆忠 將來是微信無愧 就是我跟這個 八七十八我說了 我 共產黨就是中國 將來民主左右 可以回去 因為我不喜歡跟他們吵架 因為我一個人 一生中很不容易 你不見 但是我在吵架 我這一輩子吵架 都是被民意吵架 所以說呢 民意吵架 並不可怕 就是說 你參與就是為自己來做的 首先你將來民意吵架的目的就是說 要為自己的權力做 不敢於在哪個地方 只要是說 你自己平良心 或者跟我們基督徒一樣 不一定你知道教會就是基督徒 你不去教會也不一定說你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心裡有上的也不配 你就是基督徒 是一樣的 所以說呢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說 不要疑惑 民意吵架很多 那麼就是說 如果你想衡量 你就說 哎呀 就這些走一走 接觸接觸他的這些黨員 與其黨員的這個呼聲 就是說很重要 我都給每個人都講 你先到組織來參加一兩個月 看一看 覺得可以 那麼你遠降 你不可以 可以走開 嗯 就很簡單 就是說 隨你的嘛 民主是關於什麼 就是要資源 在美國這個民主社會裡頭 如果我們還需要給尊重 每個人追重 那就 你就白來美國了 所以說 我們在美國就是這樣 我們就這樣 大家都要 良好的做 互動 跟前那 都應該是朋友 因為在環境裡頭 都是這麼好的這個 天空 這麼好的綠化 好的食物 等等 所以大家都應該成為好的朋友 這樣呢 我們呢 才能中國 將來以後 成為一個 就是我們將來 回到中國去 把民民帶回去 所以我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不要怕回國 我們回國是帶回了 這個民主的氣息 所以美國政府也是叫我們 去跟國內的接觸 是我們把自由接觸 共和的溝通 才能促使中國呢 不停地轉變 促使共產黨的官員呢 不停地接觸這些 他們很好奇啊 那些官員 都說你們怎麼樣 很好奇 而且他變化很快 有的國安來了 幾句話以後 說說以後 他很快就轉變 說我要填表肉長 我說你填表也是假錄 不是假錄 我說假錄 假錄的鐵錄 這個都無所謂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 都喜歡民主 好的東西 每個人都追求 壞的東西 每個人都不喜歡 所以說呢 我說 所有這些在海外的人 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幸福 為了自己的幸福 並且也是為了我們後代的幸福 而選擇 我就發覺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師傅 也確實呢 今天我們海外 紐約也好 全世界也好 民運組織 三共人力 也是一種 可以說自然現象 如果 一定要把這個情況改變的話 也不是很容易 我們也不是 多數年 也試過很多次 只要大家能夠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的話 像我女士也是一種 客取的一個作品 就是 下一位我們想請這個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會長林慕成 謝謝 謝謝 發言 好吧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呢 我是 就是 要向大家 說聲對不起 就是 會有很多目睹呢 做得不夠好 特別是 網絡連線的 我跟有些朋友很不高興 很陌生 也要說聲對不起 因為我們有些議程呢 就是很早就是 通過人家會討論定下來的 而且呢 當昨天大家也看到 時間根本不夠 幾個重要講話 包括 最後苗栗語 應該有的總結發言 我都沒有讓他講 而且呢 我的東西都沒有拿出來 人家已經想辦法把門關 所以我沒辦法 今天只能馬上 操操 趕快進來 說聲對不起 那麼今天的會議呢 雖然道德人不多 但是我覺得呢 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會 並不是像 以往一樣 停留在一個表達自己的意願 這個階段上 我說 這個以往的這個 民運呢 不但是海外民運 也包括很大部分的國內民運 它停留在一個什麼階段呢 就是表達 我效率 我反對專制 我認為這個不好 我認為那個不好 我的主張是什麼 僅僅是一種表達 但是現在這個民運 到了一個什麼階段呢 我們應該看到 我們的人 這個表達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國內很多人 包括我接觸了 我在海外接觸了 很多中國大陸來的官員 說起民主 說起這些理念 它比我講的還要好 都懂 都知道 包括這個 中共寫了很多文章 也就是說民主是個好東西 是個好東西 但是現在呢 就是要怎麼樣實現民主 就是說我們中國民主運動 走了這麼多年 怎麼樣去讓它實現 達到目標 我們看到這個山頭是光規的 但是我們走哪條路 達到這個點菜 那麼 很多人呢 就是依舊停留在這種表達 依舊停留在希望中共 說得難聽點就是賜於民主 你這個放棄一黨專政啊 你這個不要浮誇啊 你馬上實現憲政啊 停留在這種要求上面 我就覺得比較好想 以前太落後太幼稚 但是 這又回到一個話題了 這是 我們跟中共的矛盾 我不是中共的 中共專制這個體制的矛盾 我個人認為是敵我 劉孝佛說我們沒有敵人 我認為他沒有說錯 那麼這個是在什麼意義上面講的呢 我們沒有私底 我不想殺 甚至不想關任何一個中共的成員 從上到下 我沒有一個私底 我是主張中國是非出事情 但是 到兩大政治陣營 在對立的時候 他必然是我們的敵人嘛 你打球都有一個對手 那就是敵人嘛 那麼政治方面肯定是有政敵 那當然是敵人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 敵我矛盾的這個概念 中共它一直是把民運 當作它的死敵來對付的 它甚至把人民都當作敵人 人家說現在中共的這個 軍費超過維吻費 它其實你用不著講這個話 中共的軍隊向來最大的敵人就是人民 什麼叫無產階級端正 就是鑽無產階級的政 真正掌握了這個政權的人 他絕對不是無產階級 他能鑽你的人 他還是無產階級 這笑話 所以呢 一定要有這個敵我概念 中國的國情 現在基本國情是什麼 就是官民對立 官民的對立就是官民的敵我矛盾 官方是把老百姓作為奴隸來使用的 老百姓不願當奴隸 要爭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它就把你當敵人 就要鎮壓你 你維權 維權維護的是自己的 本身你應該有的權利 但是呢 它就不讓你有這個權利 甚至你不能代表自己 它三個代表它代表了你 你不能代表自己 由它來代表 所謂人民代表 實際上面 就是它自說自話就代表了人民 所謂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過 它一不中華 二不人民三不共和 是這樣一個非法政權 所以我說中國的基本矛盾 是官民對立 它最大的危機在於政權非法 我們大家知道 在民主概念來說 一個國家的政權是要通過 被統治者的認同 要通過選票來正式證明它的合法性 那麼這個法統 這個法統觀念呢 在中國來說 從辛亥革命開始就已經成立了 當然在中華民國這個案上過程當中 這個民主是現在不夠完美 但它始終是承認股權在民的 但是中共就是要一致反正 它直到現在還是堅持黨的領導 其他都可以讓它 但是它的所謂黨的領導就是黨的統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面 我們的這個民主運動 已經不能夠單純地停留在這個表達方面了 因為現在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什麼基礎 就是說 國內的民眾 已經在積極地爭取他們個人的利益 爭取他們群體的利益 和表達他們的 對政治方面的要求 中共執政六十幾年以來 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大規模如此激烈的抗爭 就是公民抗衛運動 從來沒有過 它這個意義遠遠超過了 我們歷史民主運動的 也就是說 現在不是幾個所謂精英啊 什麼民運大了啊 能夠完成什麼任務的 不是的 現在真正走在第一線 往前衝的 就是那些 我們往往根本就不知道它名字的 從來沒有見過面 從來沒有聽過名字 那些民間的英雄衝在第一線 而且幹得非常漂亮 幹得非常充實 別人不說就說烏坎吧 烏坎打開了一盞閃亮的天窗 就是說 完全可以通過公民運動 把共產黨的官趕走 這些貪污腐敗的 欺壓老百姓的官 把他趕走 趕跑 然後呢 通過村民選舉 選舉自己的官 來自我管理 這是一條公費的道路 中國最主要的 成為